今天呢我希望做一件就是说 现在是房贷器按下去它才会启动啊如果说今天我希望当我的那个 这个这个城市这个 工作部这个档案开启的时候也就把这个表单也启动起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如果说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当我这个档案打开的时候同时也跳出 也通知启动表单 那这种做法其实就会变成说将来你就 一执行然后他就可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再按按钮这样好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this workbook上面 那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就是说呢 所谓的事件什么事件就当我怎么当我这个工作部其实 工作部值的就是我这个档案 被打开的时候 那我们就直接什么this workbook点两下之后没有 那各位这个this workbook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里面会有一个叫workbook workbook就是我的 这个ecel的档案 他就是叫